屏東有一間眼鏡行被女人公控訴 長官對他性騷擾 被毛手毛腳 言語跟肢體上面 都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因此他找上了身心科就醫 沒想到拍下被撫摸大腿照片申訴之後 反而被公司給調職 讓他覺得工作環境很不友善 而實際上我們找到眼鏡行 被控訴的這一名男子 他是否認性騷擾的 他說雙方當時感情很好 只是誤會一場 但是對方會遭到調職 是因為工作狀況不佳 整個案子也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拍下這張對方手放在大腿上的照片 屏東一間眼鏡行被女人公控訴 長官對他言語 肢體性騷擾 會摸腰 摸臀 從背後抱他 當時女店員三十多歲 表示自己因此身心俱疲 找上身心科求助 拍下撫摸大腿的照片申訴後 卻遭到調職讓他相當無奈 而實際早上被控訴信騷擾了當事人 他否認有毛手毛腳只是誤會一場 至於女員工遭到調職也有原因 雙方各說各話 但不論如何 男主管隨意把手放在女員工的大腿上 的確有行為不妥的疑慮 決案目前進入司法程序調查 華視新聞屏東報導